我是夏拉小妹 我是夏拉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案件 自己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 一个人的性格养成 思维模式 以及后天的行为方式 受原生家庭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因为家庭环境失衡 而导致的犯罪 从来都不只是个人及家庭的悲剧 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罪犯 就是在一个扭曲的家庭中成长 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扭曲的家庭中成长 对的 那扭不回来了 这种人基本上都好像以往 我们看了很多案件 都是因为原生家庭 1979年 埃里克·波雷尔出生在法国普罗旺斯 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瓦尔省 埃里克的双亲都是军人 父亲常住海外 母亲则在军队内担任文职 因为聚少离多 异地婚姻难以维持 所以在埃里克出生后不久 这对夫妻选择结束这段 名存实亡的婚姻 由于双方都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 所以埃里克被寄养在了奶奶家 虽然父母很少来看她 但是埃里克并不在意 因为奶奶对这个小孙子十分疼爱 总是要什么给什么 就是第三 隔代亲嘛 而且奶奶家附近的小伙伴们 也十分友好 可以说五岁之前的埃里克 简直就像生活在秘冠里一样 每天都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 我好像听过这感觉了 我这么一句大了一个宁静 其内一色太了得了 我这一楼一楼 那哪一楼是她的呀 我不是这个 肺炎个人的老鼻糖啊 我现在说一楼一楼 我把你来祭福吃买的 我理想最后 萨特了就留了一来 祭福大孤里也有效 每天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 即使缺少双亲的关怀 但是埃里克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 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男孩 其实祖带就隔代带出来 其实也是不错的 在国内也是很多 很多对吧 但是天不随人愿 1984年埃里克的母亲 找到了新的伴侣 组成了新的家庭 于是她有了照顾孩子的能力 于是五岁的埃里克 便被送去了和母亲身边 和母亲 继父 以及两个继兄弟一起生活 对应该走上这种家庭 这个改变彻底扭转了她的人生 母亲虽然上表面是一位 虔诚的天主教徒 可是在家中却是一位 十足的暴君 暴君 不是应该难吧 这脾气很暴躁 母亲母子俩许久没有生活在一起 母亲很不满 埃里克在奶奶家养成的一些习惯 想要将她改造成 自己脑海中理想的模样 就是隔代 妈妈都不满他们奶奶 但是埃里克是一个独立的人 不愿意接受母亲的操控 母子两人关系很快恶化 争吵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母亲甚至会虐待她 并称呼她为罪恶之子 在一些报道中 埃里克的继父在这场 母子之间的战争中 坚定地站在了妻子这里 也会时不时地对埃里克发生争吵 甚至殴打她 但根据继父在枪击案中幸存的两个孩子 父亲和埃里克的关系 其实很融洽 常常为埃里克带回家的各种小动物造窝 今天就是其实也是一个 孩子灭 想要灭门的 但是他把他的这两个继兄弟都没有灭 只是把他的妈妈和 他的原生妈妈和他那个继父杀掉 但是报道中是说继父是因为挺妈妈 对埃里克有冲突 但是埃里克的就是那两个继兄弟 就说其实没有 爸爸对他非常好 可是不论哪一方面才是事实 埃里克对这个家庭的感情很淡薄 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 八岁时埃里克在一次玩耍时摔断了手臂 如果换做其他八岁的小朋友 肯定是一哭二脑三地上吊 就这样的夸张了一点啊 就是哭着去找爸爸妈妈 但是埃里克没有这么做 他是选择了躲在后院的鸡窝里 独自忍受着疼痛 直到附近的邻居发现了 才把他送去医院治疗 他很怕爸爸 很责怪他吗 对或者他觉得他 其实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一样的位置 自己舔伤口的感觉 反正也没有人疼我 就算了不跟他们讲了 对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中 埃里克成长为了一名沉默寡言的男孩 进入青春期之后 他表现出了对精队的迷恋 常常和他人吹嘘自己的父亲 在印度战争 就是发生于二战后 是中南半岛上越南老挝柬埔寨 进行一系列抗击英法侵略者的 局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其实这些事迹全部是他自己编造的 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他就是把他父亲 就亲生父亲编造成了一个 他想象中的样子 因为他想变成了一个样子 除此之外 埃里克还对枪支十分迷恋 邻居们经常能看到 这个年轻的男孩 在院子里用气枪射击麻雀 随着长期的练习 埃里克练出了一手 几乎是直纳拔纳的好枪法 中学毕业后 埃里克如愿进了当地一所 职业技术学校 开始学习电动机械 起初他勤学好问 成绩也十分不错 很得老师们的欢心 大家都觉得 他是一个安静守规矩的好学生 但是在学校的最后一年 他突然开始性情大变 开始频繁的逃课 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总是一言不合的就动手 他身上永远挂着伤 为什么呢 很欢迎所思吧 1995年9月16日 埃里克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说 自己在那个家里 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他想像父亲和爷爷一样去窜军 但是说着说着 他突然开始崩溃 转而开始抱怨生活 表示自己根本 找不到活的意义 打算自杀 但是他说到自杀的时候呢 埃里克的语气又变了 他得意的说 就算我要自杀 我先要杀几个人给自己陪葬 朋友们以为他只是压力太大 安慰了几句 因为他精神转换太大了嘛 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 他看似 埃里克疯癫的发言 全部是他在心里面已经想好的计划 他这种 我觉得啊 个人分析啊 这种沉默寡言 不说话的 对家里有没有太多感情的 他其实都是有计划了 他会去说 对他就是 所以大家周围 就不要把任何一句那种话 当成玩笑话 可能在他们心里面 就已经有一个什么计划 1995年9月23日下午6点 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了 当时埃里克正准备离家出走 被继父制止 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往常这样的争吵 会以埃里克衰萌而去结束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离开 而是返回楼上房间 拿出了平常自己使用的 安舒辞运动步枪 这把枪的口径为0.22毫米 一般被用于射击比赛或者狩猎 拿到凶器的埃里克 稳步走下楼梯 迅速装弹上逃 对着位于厨房的祭父连开四枪 好 之后又顺手抄起了一把锤子 猛击据腹的头部直至其死亡 在杀掉第一个受害者之后 埃里克又来到了客厅 将魔爪伸向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 埃里克先是一枪打中了弟弟的身体 之后用锤子截裹了他的性命 在动手时 埃里克冷静的不像是一个人类 手法也极尽的残忍 他不是放过两个兄弟吗 还有两个兄弟 放过了一个 在杀死两名家人 可能问前面是不是有说错 他其实只放过了一个 在杀死两名家人后 埃里克没有选择逃跑 反而是清理了作案现场 他将继父和弟弟的尸体 拖到客厅中央 然后又开始一点一点的 擦拭地板上的血迹 很沉稳 这么冷的吗 他这个人 做完这一切后 这个应了母亲的诅咒 真正变成罪恶之子的年轻人 轻轻的坐在沙发上 手里紧紧的抱着那把步枪 开始耐心地等待母亲的归来 晚上八点 去教堂参加活动的母亲 推开了房子大门 没想到大门打开后 迎接他的不是一顿热乎的晚餐 而是一颗冰冷的子弹 早就准备好 侍母的埃里克 用这颗子弹 结束了母亲的生命 客厅中冰冷的尸体 又多了一句 看着地上排放整齐的家人 埃里克轻蔑地笑了一声 然后开始清理房子 他又清理了一片地板 然后从楼上的卧室里 拿出了一套崭新的床单 把地上的三具尸体盖住 做完这一切 埃里克将全家的百岳窗合上 并开始收拾行囊 他准备了足够的食物 现金 雨衣 一份立摩日的地图 一把能射击橡皮子弹的手枪 又把自己的所有口袋装满弹药 就这样离开了案发现场 大约在第二天凌晨1点 埃里克的继兄回到了家 此人在安迪比斯读书 只在周末回家探望父母 在发现全家人全部遇完后 他惊恐地报了警 离谱的事情是 他自己被当地警方错认为是嫌疑人 在经过一番审问排除嫌疑后 警方才发现 原本应该在家的埃里克不见了 画面回到埃里克这里 在清理案发现场并做好准备后 他开着母亲的福特汽车上了路 可还没有开车多远 他就因为车机不佳 而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 出了车祸以后 车子再也发动不了了 于是埃里克便只能背上书包 汽车开始徒步 走向了4公里以外的区阿尔县 9月24日早上7点左右 走了一个晚上的埃里克 终于到达了他逃亡的目的地 他先去了朋友克里斯的家中 两个男亲的男孩站在后院聊了一会儿 之后 埃里克提出想从克里斯那里得到一些支持 但得知了这一切的好友拒绝了 埃里克沉默了一会儿后迅速举枪 对着转身离开的好友就是一枪 此弹命中的位子相当刁钻 很快克里斯就因为嗜血过多而死 当克里斯的母亲听到枪声赶过来时 同样南逃厄运被枪打死 随后埃里克便带着枪离开了朋友家 因为那时正是允许狩猎的季节 街上时不时就会有拿着枪的人走过 所以这个年轻男儿的持枪行为 和这两身枪响完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因为走了很远的路 此时的埃里克已经开始感到疲惫 他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盯着手上的手表 当时间走到7点30分的时候 埃里克就像被按下了什么开关的一样 直勾勾地站起来 此刻他附近的人们不知道 死神的镰刀已经举到了他们的脖子前面 就他准备随便是啊 对 埃里克先是对着一个打开的窗户射出了第一枪 将站在窗边呼吸新鲜空气的Janet射杀 然后又对着出门倒垃圾的迪尼斯 进行了精准设计 两次得手之后的埃里克情绪高涨 又接连射死了路边散步的一个老妇人 和出名上班的一对兄弟 这之后 理智全无的埃里克开始了无差别攻击 其实他前面已经在无差别攻击了 先后射死了买报纸的面包店店主 咖啡厅的店员 遛狗的年轻女人 以及路边正在取钱的商人 等供15人 这个男孩就像一个勾魂使者一样 只要他看见谁 他就一枪毙命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城市呢 因为他只是去找他的朋友 他本来希望他的朋友帮助他 但是他朋友没有 所以他乱杀的 他就在那里开始无差别杀人 就因为他朋友 他朋友没有帮助 因为他已经在那里杀了两个人了 不是就因为他朋友没有帮助 他去那个地方是因为他要求求他朋友的帮助 对 但是就因为他朋友没有帮助他 所以他杀完他的朋友 再出去杀别人 他就失信风了呀 好吧 你问我是为什么选真的 我告诉你是因为他是要去找他朋友呀 他在那里先杀了两个人 他之后整个理智权无力呀 根据现场目击者表示 这个少年在开枪杀人时一直保持着冷静 他会非常认真的瞄准 往往第一枪就会命中受害者的头部 如果这枪没有打中 Eric立马补上一枪 上午8点 当地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 将16岁的少年Eric 郭雷尔包围在了墙院旁的一棵板树下 16岁 在确立自己没有逃离的希望之后 Eric将枪口吊转 瞄准自己的头部 毫不犹豫地扣向了扳机 这个罪恶之子 真的如自己所说 在自杀前进行了一场屠杀 不是 我自杀前 我要先去杀几个人陪葬 这是他说的原话 虽然凶手已死 但是当时这起案件的起因困惑着所有的法国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少年决定犯下一起前无古人的随机杀人案 事后警方对Eric的房间进行搜查 发现其中有着不少纳粹的徽章和宣传法西斯思想的书籍 墙面上还贴着一些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希特勒头像 房间门上画着纳粹的勾十字标志 书架上则几乎全部都是讲述二战的书籍 看得出来 这个男孩对战争 对纳粹都有着非常 非同寻常的狂热 值得一提的是 在1989年 法国就曾经发生过一起连续杀害14人的特大杀人案 只过了6年就发生了Eric这起案件 一时间社会舆论对此议论纷纷 但是对于Eric的抨击 对于Eric父母的指责 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因为他们都死了 因为他们都死了 那Eric亲生父亲没有站出来说几句话吗 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 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 由一个扭曲的家庭 原生家庭没有得到幸福 造成了一个扭曲 就是他可能去关注这些战争 因为他生不去当兵了 不 我不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关注那些战争 是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想成为那样战争的人 所以他生不 想成为一个残暴的人是吧 对的 而且你看他本来都是计划好的 他是不是处女座的 我为什么生在那岗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案件 谢谢小妹的分享 也是一个关于屠杀的案件 最近灭门案看的人特别多 那这个不算灭门 这个是去无差别屠杀 先灭门再无差别屠杀 以上今天的案件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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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